GO Come on 他以前跟我說 他只交過我一個女朋友 其實之前他只交過我 詩萍哥也是這樣跟他講的 對…是不是 那我說那你45歲之前的20個 所以我表現他的浪漫呢 從婚後喔 是婚後不是婚前 婚後每個月的一個重要的禮物 他就是送你三個花 他送了110萬 而且他一定不是在花店買的花 是在菜市場啊或者是 沒有啦 他以前在五部新聞的時候 嫌我用錯成語 然後立刻找了其他五個成語說 怎麼辦你再嘗一下 不用這些成語 我只要你安慰我 我剛剛講過成語 我覺得很差勁 各位傑哥 如果讓他們整集會看 我們傑哥湯欽 今天坐在我左手邊的這四位呢 帥哥美女 而且大家會覺得他們非常非常的專業 他們一講話的時候呢 大家會覺得 哦 要全神關注 可以說是社會地位啊 比這個演藝人員要高出很多 歡迎你們 四位主播啊 謝謝 謝謝 而且你看 桃子麵是主播啊 桃子麵叫你那麼久了 就是啦 到現在是還有人會叫 但是就是娛樂主播 跟這個新聞主播的地位 還是差很多 因為你想正商名流 真的要找媳婦的時候 我覺得女主播的地位 還是滿高的 對 這一點是不是佩山有被這個 有被選過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看 女主播她自己本身的個性 我就認為我如果嫁入豪門 我會死得很慘 我不適合 所以還不如嫁給 穿豪門內褲的人 那就夠了 這個我想請問一下兩個女主播 對 其實你們會覺得 多少程度台灣社會 有些男人在選媳婦的時候 其實對於女主播 有一些病態的了解 我覺得 大概六七成吧 我覺得男生大概會覺得說 他們就滿變態的 還有她 她是不是拿著遙控器 一台一台看 妳知道詩萍哥 她真的有幾個女主播嗎 幾個 唉唷 我幫妳算 她只愛女主播大概 大概 對喔 她對女主播也好 感覺有偏好 十六個 但我覺得男生 她對男主播有偏好 那你才慘 是不是沒有來現場的那個人 在家躺著也中蛋 也中蛋 我覺得男生好像對女主播 都有一種幻想 他會覺得說 他們很專業 然後穿著套裝 嗯 頭又戴一個這麼大的安全帽 嗯 頭髮吹得那麼膨 他們才覺得說 嗯 不知道他們私下的個性 不知道他們 呃 這個 這個離開主播台之後 是什麼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女主播有很多幻想 對 大部分的人對男主播還好 就覺得啊這個很帥 啊那個不錯 這個口條很棒 所以這個要問一下 今天居然請來了 我們的心理醫師 要第四位來自殺一下 對我們是要被自殺一下 我不知道勝算病態 但我的確有聽過很多男人 他幻想說 因為女主播 他們通常是 呃 應該說形象很好 我想 其實這個有一個例子嘛 像現在大家就封那個什麼什麼 開球的那個 少女偶像 對不對 所以只要是跟男人喜歡的東西 站在一起的女人 都是特別有魅力的 所以男人喜歡新聞嘛 然後喜歡抱運動的嘛 所以這一些其實本身就有一種 男生的心裡覺得女主播是 OL的極致表現 而且是不是征服穿制服的 就有一種你知道 超級 我覺得大戶人家會挑選女主播 當媳婦的原因 是因為女主播給人家 感覺是出得聽堂 入得廚房 那大戶人家挑男主播是什麼原因 大戶人家挑男主播 大概是相貌堂堂 是 非常的安全 穩健 就像是長期投資的基金 我覺得還好兩位男主播 娶的不是北韓的女主播 同學 是不是 這就厲害了 而且其實今天是為了好朋友來 宣傳他們的有聲書 幸福悄悄 恭喜 謝謝 恭喜 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來的時候 真的聽到廣播廣告 我有嚇一跳 因為一開始呢 就是老公陳永康他說 其實就是說什麼 我滿贊成 每一個人都要談過幾段戀愛 對啊 然後接下來就是佩珊的聲音 佩珊的聲音說 謝謝那些年永康追過的女孩 我想說 哇塞 好大氣喔 真的 我是真心感謝那些年永康追過的 所有的一頭拉股的女孩 如果你說12人才會要追過幾頭 今天才會變成鵝卵石 大概我現在要不要擊打 沒有啦 沒有 他一直跟我說 他只交過我一個女朋友 其實之前他只交過我一個女朋友 我也是這樣跟他講的啊 對對對 是不是 蔡英明說 他45歲才交我第一個女朋友 那我說 那你45歲之前 20個是怎麼回事 過去在他們的腦海裡 就自動的一筆勾銷 可是真的就是要談過幾次 轟轟烈烈的戀愛 尤其是在不成熟的時候 談的戀愛 才會把它磨得更圓滑 給我塑造了一個這麼好的好老公 所以我謝謝他們 感覺有一點就是說 謝謝那些 就是曾經不管是教育過 曾經調教過他 調教過永康的女孩 或陪伴過 一將功成萬古豬的意思 是不是 所以其實呢 那何榮又是誰調教的呢 我是就我太太調教的 我跟你講 文榮的人生在剛進大學的時候 我今天是來幫你那個宣傳的嗎 她的人生在進大學之後 就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就已經說完了 對 說真的 我第一次坐何榮的車子的時候 我真的有點被嚇到 我一上她的車我說 何榮你就是基督徒嗎 你為什麼在後世鏡上 掛那邊有的沒有 一串一串一串的東西有沒有 超多的 超多的 彩色的卡片 我以為是什麼佛珠 或者求來的幸運線 偶爾碰到進行車司機會有嗎 掛一串 她的車子特別多 人家掛的是平安符 我掛的是什麼 愛妻六大手折什麼之類的 他就貼在車上 而且是 全部每一個都是 他親手寫的 護備過的 然後做一串一串 愛妻有幾大手折 有六大手折 哪六大 比如說吵架的時候 千萬不能回嘴 對 這世界有很多的顏色的色彩 大家都沒有看到 就已經進入了這一段 感情和婚姻當中 好像你私底下 有跟永康抱怨很多 有有有 他人生樂歷比我 遠比我豐富得多 所以我覺得 進入婚姻當中以後 我這種人相對是 比較穩定一點的 因為老船長 看過大風當中 比較不會陰船 他如果有一天上了海 坐著船的話 林老若花仇 真的 因為我們目睹過很多 林老若花仇 何榮其實他在這個 愛妻方面 是大家就是 有目共睹的 包括小鎮佩真 對有口皆飛 因為出去一起玩 都會說 好好喔 有些太太都是他們自己在忙 但是何榮絕對是 跟前跟後照顧小孩 對有時候我真的會跟前跟後 然後顧到別人的孩子 忘了自己的孩子 有一次真的在迪士尼 就把那孩子弄丟了 我跟 就是這一次跟 宋一鳴送 維林他們一起出去 結果我一直看著前面 我看著大家 因為我有點像是領隊一樣 我說快快快快 結果我兩個孩子在後面 然後Kelly在後面 然後我反而是真的 那時候真的是顧朋友 就忘記跟著 跟著自己的小孩 結果走丟了 然後當場那一天還 兩個人還大吵一架 對啊 所以 這個 有的時候其實會 固執失筆 可是你那一回跟我們去的時候 你是連老婆孩子都丟了 什麼時候 我什麼時候老婆 那天晚上放煙火的時候 只有我跟你躲到很快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 我們兩個手牽著手 取手在哪 找不到了 真的都是在迪士尼耶 他已經幾度弄丟了小孩 所以你有丟人的關係 所以這個要問一下鄧音師 是潛意識裡 其實他 我其實今天是第一次正式面對 面對面聽你講你愛妻對不對 可是我之前聽過很多 都是別人在抱怨老公 在節目上抱怨老公的時候 比照的標準都是你 所以你害慘了很多人 對 我說其實我壓力很大 其實我真的 我常常跟很多人講說 我真的私底下實際 不是那麼完美 你這樣糟透了 不行啊 我覺得他們這一隊 讓我最訝異的是 他們竟然說他們不吵架 對 我其實看到一些資料 我跟凱琳都常會吵架 我覺得 怎麼可能 對這一隊主播夫妻 其實好像也挺會耍浪漫的 到現在還有互相在送花是嗎 有有有 這個部分我先幫他們講一下 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示範 因為有一次他 我節目當中他就講說 他為了表現他的浪漫 從婚後 是婚後 不是婚前 婚後每個月的 一個重要的日子 對他們來講 比如說一個紀念日子 或是對他們來講有意義的日子 他就會送三朵花 三朵 送一朵或是說三朵 就是因為那個花錢 也比較便宜符合他的 你了解他 便宜符符符符符符符 那他就會在那一天呢 他也不用送一束 他就送一朵 或是說送個兩朵三朵 要把寡記的就是日子嘛 對 然後送給他 然後彼此看對 掩護許忠生 所以每個月的二十五都送 對 那是我們的第一次約會 所以每個月的二十五號 我都會收到一朵花 就只有一朵 而且他一定不是在花店買的花 是在菜市場啦 或者是 沒有啦 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家以前 對面是一個愛滋中途之家 他們是做花會 做花會 然後有點收入這樣 所以我每個月都會過去買 但重點是 他送了一百個月 因為後來一百個月之後 那中途之家就搬家了 我就沒給他買了 我換算了一下一百個月 差不多十年耶 對 差不多八個月 他們有一段時間去紐西蘭Longstay 那我們就想說 糟了糟了 這對不吵架的夫妻 他們一定會吵架 因為二十四小時要黏在一起 而且要黏 好幾個月 還有小孩 那就是採米油炎 這種事情 就很容易有一些爭吵 結果回來之後 我們就問他們 沛山就說 不會 我們這一年感情更好了 我好愛他 我們越來越愛他了這樣子 更愛了 從我想 難道從來都沒有過嗎 其實不是說不吵架 只是說從來都沒有 為什麼大事情吵架 或吵到說幾乎要離婚 或者是怎麼樣 就這個壓力鍋掀開 沒有 我們吵的都是很小的小事 然後越吵就會越懂得 修補彼此的關係 越吵越好 那我自己是從很久以前 跟他一有想要爭執的時候 我就會跑去浴室刷牙的習慣 那刷刷牙可以保持口氣清新 刷刷牙也可以讓我提醒我自己 我要離開這個火爆衝突的現場 我不要說出 等一下會讓我後悔的話 例如離婚那兩個字 那刷完心情就好了 就可以心平氣和地面對他 有一次他刷特別開心 因為他有一次刷特別開心 因為事後我才知道 他用你的 我用他的 不是刷牙 刷牙 刷馬桶 刷馬桶 那你很怕刷牙嗎 就很高興了 你很怕刷牙嗎 我就吹著口哨從浴室走出來 所以還算是女性 他出來就來說 永康我刷完了換你刷 我平常覺得我的話很多 今天我常常插不到怎麼畫的感覺 你怎麼畫得那麼多 現在不是那生氣好不好 後來我知道 原來他們那些 我插播一下 為您觀眾聯繫一個報導 就是我看到那個 心聲幸福猜猜話裡面 上面講說我們沒有吵架 但其實 我其實有時候真的很想跟他吵 但我真的很努力的試過 吵不贏 就算了 吵不贏 因為你知道他們這些女主播 跟他從國外講到國內 歷史講到地理 全部都厲害 所以我們的海洋不是很高的時候 我們的邏輯其實 比他們弱一點 然後他吵架 又太有女主播的條理性了 他們問你如果每次講幾件事情的時候 北韓要經過路線 我們來看看 包括了分別從1 2 3點的經過路線 這樣多多的講對不對 他吵架跟你同樣 比到模式辦理 永康 你吵架 我知道什麼原因 這樣吵架能夠解決事情嗎 不可能 所以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你在生氣 能夠聽我講幾句話的話 我幫你講出 三個解決方法 所以現在來看的是 1 2 3 哇塞 好厲害喔 而且我不知道他哪裡 隨時都準備一個白板 你吵架用白板 然後我看完那3點 如果還在氣的話 第一點是怎麼樣 第二點 那就顯得你太幼稚了 我很娘在鬧脾氣 很小孩子氣 就很殉掉 所以何必跟我吵架呢 跟我吵架會傷到他的自尊心 還有我跟他講話 平常也許我講話很快 可是當他在氣頭上的時候 我就會放慢我講話的速度 然後要特別用柔軟的心情面對他 先安慰他 而且不管是他錯或我錯 我一定要先說對不起 我先要把他這把火壓下來 然後再慢慢慢慢跟他講 相對這個個性來講 我真的比他娘一點 所以吵架這檔事呢 我只是想要宣洩一下 咱們的娘的脾氣 但是他就不是 那你會這樣嗎 我不要莉莉了 我就是想生氣嘛 生氣 會這樣嗎 有 有 有 真的有一點 所以這樣子 我有個問題真的 我覺得要先問鄧醫師喔 因為很多的女性觀眾 或者是這個電台 有時候我在call in的時候 很多人都問我一個問題 我其實我答不出來 他就說 他是我們要怎麼選結婚的對象 怎麼選一個好男人喔 選娘一點 對 我剛剛我覺得你講這個是重點 所謂娘一點 他可能解釋成 我們不要講得這麼 感性 對批判 其實他是感性跟 體內比較多 願意表達 願意表達 對 所以鄧醫師在剛剛看這兩位 愛妻派喔 就是說 那電機前面很多女性觀眾 也要問說 怎麼選 我要怎麼碰 才碰得到好老公 以浪漫來講的話 很多壞男人也都非常的浪漫 對不對 所以其實那個不是關鍵的 關鍵的地方是說 我想在場的兩位在談的時候 有流露一個共通點 你們都認為 能夠把跟老婆的關係弄好 然後兩個人可以 越持久或者說 與日俱增 感情與日俱增 這是一個有成就感的事情 你們覺得這樣子是很自豪 其實剛才太太們在講的 就是你們都可以 那種男生那種 我這邊做得很好 我那邊做得很好 可是有的男人是認為 這樣子是一種丟臉 我不是說你們很丟臉 奇怪就是 常常跟男人講話都要很小心 這樣 就是有一些 對有一些男人認為說 如果我花很多的心思 去打點跟另一半的關係 表示我被他控制了 尤其台灣男人 有很多是這種觀念 因此他們是故意要使壞 故意要弄成是聽不懂你講的話 像這個講話很有條理的 我諮詳過很多夫妻 那很多太太都是講話很有條理 像那個做分析的 或者說什麼女教授 他們也是條理很清楚 可是只要白板拿出來 老公就走人 因為他就討厭你的條理 他就是特別要擺爛 可是永康卻會說 看著那個白板 覺得太太講得很有道理 再鬧下去有點不上檯面 覺得自己好像太幼稚 他會有上進心 我們吵架可以吵到對方上進 我經常禮拜一到禮拜五 要去酒店喝啊 貼小手啊 之類 然後禮拜天去懺悔 然後懺悔完之後 隔天又繼續 欸 小姐 一堆料是不能有婚前性情的 是 很嚴謹的 我怎麼覺得永康 有一點要懺悔的意思 所以我在婚前一段時間 脫離了教會 對啊 我會吵架可以吵到對方上進 我吵到對方上進 我吵到對方的時候 我常常會有一點比較奸詐 因為吵不過嘛 那我要使一些技巧 你不要這麼的Bumbler好不好 他會突然聽到Bumbler這個字 他不會的 你剛剛講的那字怎麼拼 他剛剛去查一下 吵到一半查字典 馬上就不吵了 然後就吵了 先確定 好 然後再回來講 我覺得很多女生都會跟姐妹 她要討論怎麼樣訓夫 要把她訓練得像這個一樣 可是我覺得男生有話要講欸 很多你們女生喜歡我們男生 婚前的樣子就是你們 就喜歡我們有點壞的樣子 我們婚前是一個WARF 是一批狼 我們婚後你要我們變吉娃娃 那你們會喜歡吉娃娃嗎 對不對 不是婚後還是狼 但是手會這樣比而已 然後犬子旁變女子旁 我覺得因為現在大家對於就是說 女性走入職場也都有自己的事業 非常成功 那大家覺得說像這樣子 可能要維持婚姻 會必須要有一定的技巧 那四位 在這個自己的婚姻當中 我們把它寫下來好了 你覺得一段成功的婚姻 一定要有什麼要件 好 我們來看一下舒伟先提供 我覺得就是 第一個一定要溝通 然後一定要敞開心 因為我覺得不管男生女生 有的時候不太願意去聽別人說你不好 是 對 然後我們就會抗拒 就會覺得 沒有啦 然後就開始揮 跟你亂講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敞開心胸去 去互相接納對方對你的感覺 然後再慢慢的調整 這種通常還是有他的技巧 就是可能不能在有情緒的時候 我覺得啦 我覺得男生女生 因為我跟蔡大哥結婚十年嘛 那我發現男生女生的確很不一樣 例如說我以前在電視台的時候 在當主播的時候 有時候每天碰到很多的狀況 各式各樣的 或者是你覺得主管很豬頭 然後你回家就去跟我老公講說 你知道嗎 我今天長得多豬頭 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老公就說 你自己學傳播的 你自己跑政治新聞 你怎麼不知道這叫辦公室政治呢 我覺得你這樣處理得不是很好 如果我是你的話 會怎麼樣就又開始了 就開始在那種 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 然後我當下又覺得說 天啊 我發現我的敵人不是我的長官 我的敵人是他 我啊 對 因為他太愛說教了嘛 他就突然蔡老師上身 然後就一副那種 好像很會說教的樣子 就跟我講 一點兩點三點四點五點六點 他說 那你這樣子明天好好去處理一下 我現在很受傷啊 那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要的只是你給我一個擁抱 對 或是給我一個 一鼻孔出氣的感覺 對 或是你跟我講說 好 他怎麼可以對老婆這樣子 我們去揍他 對不對 他也不敢去揍啊 對他你到沒有 現在蘇維欣燈就是我對你的心 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只是想讓你 同理心我的感受 是 那算了啦 你去洗頭或做指甲那邊 他們會幫你 沒有沒有後來 那些姐妹都會說 喔這樣喔 對 後來我就跟我老公說 其實我要的只是這個 他說 這麼容易喔 那你早說嘛 所以男女大不同 對 然後我覺得對男生來說 他們很怕女生話多 尤其是他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或是抵擋的時候 挫折的時候 如果我們一直在旁邊這樣 碎碎唸 然後又給他提供很多很多意見的話 他會覺得說 我好煩喔 然後你會覺得說 我在安慰你 你怎麼還來反駁我 或是你怎麼覺得我很煩 就雙方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光合作用是怎麼回事 第一個就溝通 第二個光合作用就是 就是剛剛你講佩真講的 我覺得 夫妻還是要有 你們叫那個叫光合作用 對啊 光合作用 主作用的都比較不一樣的詞 是 第一次聽到耶 蠻妙的 光合作用 以前叫炒飯 現在叫做 光合作用 對 光合作用 我覺得光合作用對夫妻來說 還蠻重要的 他是你的二氧化碳 對對對 他是 對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他覺得就是 除了言語上的溝通 平常工作啦 事業 或者是家庭 就很多 會知道你的心情變化 然後來關心你 而且我覺得要讓老公 有跟我們說話的胃口 因為我覺得很多 夫妻搞到最後 搞到最後 搞到最後 我跟你講話 一點胃口也沒有 你跟我講一點胃口也沒有 然後於是到家就不講話啦 同一個屋簷下 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 然後越來越久 又不光合作用的話 大概到最後就走不下去 家裡面有的時候 不是講禮的時候 地方應該是講你的地方 你那個狀況 佩真常以前在我播新聞的時候 嫌我口齒不清 嫌我用錯成語 然後立刻找了其他五個成語 說 永恆你可以參考一下 女主管的感覺 我也希望你安慰我 我剛剛講錯成語 我覺得很喜歡 你要秀秀我 他馬上去查字典 給我五個成語 裡面有同類型好不好 有 有會學習 所以你知道我們家男女的角色 剛剛很好是 奔過來 倒過來 倒過來 所以那在這位丈夫的心裡 你說倒過來嘛 對啊 倒過來 你覺得要有獨立的經濟 對 我反而覺得婚姻當中 有兩個很重要的環節 尤其是類似的價值觀 非常重要 愛情的價值觀 工作的價值觀 還有對孩子教養的價值觀 大致的方向是要一致的 才不會兩個人有拉鋸有摩擦 所以這點我也想問一下 兩位男主播 如果真的有朝一日 比如說這個 另一半老婆的工作收入 真的是高出你們很多很多的時候 這點怎麼面對 你說我們要 可不可以回家帶小孩的意思嗎 都好 都可以啊 快樂的帶 要怎麼面對 快樂的帶喔 你們兩個都抬了一口氣耶 怎麼還沒講話 可是我覺得永康應該可以做到耶 永康就跟我商量過 就說他其實很希望 因為我即將面對這樣的 他有可能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現在不知道買家是誰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我就只能夠盡量在 光和作用上面滿足他 照做自己 你看 照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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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要點多嘛 對不對 我覺得因為他很甘願 如果我就有在家裡帶小孩 你說好不好 我說當然好啊 他說那你可以容忍幾年 我說五六年應該不成問題吧 我們就節約一點過 沒問題的 但你要像李安一樣能夠 在五六年以後做好 六年每一個期限 李安都是人六年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看自己的心態調整 我覺得現代的女生跟以前的女生 其實不太一樣的 在我們媽媽那一代 甚至更早一代 其實男生賺的錢 通常都會給女生 就是給女生管 那女生通常都家管 那這個一家之主裡面 財務的掌握大權都在女生身上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 現代女生 包括桃子姐啊 鄧醫師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女生好像 不知道是這個男人 是不是進化了還怎麼樣 就是男生的錢也不會給我們啊 就是說男生的錢也不會全部給我們 我們算也沒你們多啊 對啊 那變成說就是我周遭很多 幾乎八九成的男生女生 就是男生女生都有工作 就是我們自己管自己的錢 然後不然我們就成立一個共同基金 然後你出學費我出保母費 然後你真的就這樣子 這個共同賬戶我很認同 但我覺得那是要按照比例 按照比例來放進來 不一定說一定要你 比如說你十萬我十萬 不一定按照收入的比例 就是你賬我十萬你可能放十萬 你賬十萬塊你放個兩萬 對就是這樣子 這個現在我們當然是提供一個理想國的境界 但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會談判破裂嘛對不對 因為傷到自分啦等等 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應該就是要鼓勵大家 就是要把家裡面那個在負責照顧孩子 那個也當作是一個工作 要有一個觀念 吃重的工作 這個才是比較希望去鼓勵大家 因為很多人認為是在家裡面照顧的孩子 他其實是沒有勞力付出 就是說他的勞力付出是不會有所得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因為其實真的根據國外的調查 他們就實際把它量化 如果是今天在家裡面他照顧孩子 他同樣是花了多少時間的 換算花一個月月薪要十幾萬 他可能比一個 他可能比一個在外面工作的人 他的那個income還要高 我覺得兩位爸爸 因為都有這個親力親為帶過小孩 就知道這是非常吃重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非常清楚知道 如果我們 我們願意選擇在家的話 我們的孩子是不願意的 我覺得爸爸比較兇 你趕快去上班 你趕快去吧 兩位 這個 我覺得共同 一定要有一些共同的信仰 這信仰可以是宗教 也可以是價值觀 信仰的仰寫錯了 你可不可以改一下 天啊 多了一點 快點 把這一點擦掉 你剛剛已經說 你不要指責他了 你還是指責他 現在在節目上講 你知道我們的心理是很脆弱的 你有算是趕快改眠 那他昂出去後 多昂了兩三分鐘 那我接下來還需要講嗎 好 繼續 我們可以講 可以是包括你的宗教價值觀 或者是一些教養的一些觀念 我覺得這個 像如果談宗教信仰的部分 在我們家就是因為共同的關係 所以呢 不管是跟太太 或者是跟孩子之間 有一些摩擦爭執 我們到了晚上一定會和解 因為我們有睡前禱告 我們有時候就偷偷禱告 其實小朋友怕我 不敢直接跟我講說 爸你今天那個 根本是幫我教數學交錯了 老實叫我應該用這個公式 他就在禱告的時候講說 主啊 因為我爸他用的是以前的東西 老實話跟我講說這個是對的 求主賜給我父親智慧 好像他能夠 到處被打槍 然後他這樣講的時候我就 因為在禱告我也不敢生氣 然後呢 也後來了解孩子的心聲 但他也覺得 他有透過這樣的管道 跟我溝通的機會 這是我們家共同溝通方式 我覺得當然有共同信仰 真的是 我覺得是會相成相加的 這個夫妻的和諧 但有時候真的很困難 是真的就像人家講的 一個姓基督 一個姓關公 你要怎麼溝通 但我在這邊插播一下 我想問一個問題 基督教是不能有婚前性行為的 是 對 很嚴謹的基督教 我怎麼覺得永康有一點 要懺悔的意思 所以我在婚前有段時間 脫離了教會 對啊 其實我今天自己很自覺 我沒有講 我沒有老實說 這個也不 這個 因為你知道有一段時間 我是在播新聞之前 是主跑社會新聞 是 社會新聞呢就是 大家知道 我們跑的對象有警察 然後黑道兄弟 這樣一個 三大行業都有 沒有的 晚上最常去的地方就是 八大行業 八大行業 五天啊 酒店 你知道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還沒有離開教會的時候 我經常禮拜一到禮拜五 都去酒店喝啊 牽小手啊之類的 然後禮拜天去 嘗悔 主要我錯了 我不應該忘了 然後嘗悔完之後 隔天又繼續 我覺得這很莫名其妙 很湊亂啊 所以我覺得 這段工作的日子是真的 有沒有因為工作的需要 而行光合作用 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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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兄弟唱 我跟他聊得不錯 就幫我把那小姐 框出去了 真的啊 他說 接下來妳知道要幹嘛嗎 我說我知道我想幹嘛 可是我不知道該幹嘛 框出去是一個假期 但妳跟她要幹嘛幹嘛的話 妳還有另外一個假期 那時候的行情是 1萬5左右 我們的薪水才3萬5 所以我們就 對 妳算不夠 實不相瞞 那時候呢 我們那個跑新聞 長官隨時一通電話 妳就要去完成這個使命 對 要偷開一些東西 有一天下午 我差一點要 因公捐去的旁邊 還有一個好伴侶 何榮先生 扯下來一起 妳老婆這樣就下嗎 知道知道 後來她知道 後來她知道了 那天下午 因為那時候 我比她早跑新聞一段時間 那她那時候呢 還沒有自己負責的檢察局 我就說 何榮下午沒事 我介紹一些我好麻吉 給妳認識 以後妳跑的時候 可以照妳 結果我們下午就出門了 兩個人開開心心出門 便想 長官電話來了 今天剛好行事局 破了一個大的色情互負戰 妳們兩個呢 就去做一個搭配稿 所謂的搭配稿 就是妳們自己去 實地去 體驗一下 對 那時候應該是很高興 潮莊報道這樣子 對 我一開始是高興的 不是 我想說這個是興奮的 這個工作嘛 然後我就說長官那可以 想說終於可以行光合作用 妳忘了 我馬上問長官一句話 那 還叫幾個人 沒有 我要問清楚 那個 因為這個可以不報公帳 簽得到我們採訪 可以做到多深入 然後長官說沒有預算 是 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 去那一家 去找一家店 然後進去把該她問的 對話問完 然後就走人 問的東西包括 現在小姐都是什麼樣的 有沒有學生妹啊 收音啊 一節多少錢啊 這樣子的話那有多少小姐 了解一下行情 然後我們就要走了 這樣子 就是這樣問 然後我說何蓉 OK吧 兩個 他當然就沒話說 傻傻的OK啊 OK啊 我們那時候真的很勇敢 而且是傻的 我們後來就是在 立刻在那個外面找到一家 在火車站後面 找到一家社群網站 找到一家社群網站 大概下午一兩點 那因為一兩點 比較沒有課 還沒開始 少爺他們的少爺跟 故場的兄弟 也還沒有在 所以我們兩個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 咚咚咚我們來就進去了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們隨時有被痛打一頓的機會 有可能 我們上去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你知道十幾年前 針孔設備很爛 而且我們那天出門的時候 本來要去社群網站 根本沒有帶針孔 所以呢我們就帶一台 攝影帶一台很大的 然後我呢 也沒有帶那種迷你麥 我們就 我們就拿的是這種 最傳統的手麥 然後我們把那個 以前T台的麥克風拆掉 我就拿了一支大大這樣 插在口袋裡面 插在口袋裡面 然後就這樣走進去 那媽媽桑一看就 欸 少爺很衝動 我們才剛進來 就 我們怪怪的 現在已經等不及了 已經迫不及待這樣 然後我就跟媽媽桑問完 然後問完以後我們就要走了 就要溜了 我說 我說 不好意思 你說一節要五四千多 沒有帶錢 我下去領錢 不讓我們走 他說來 你們的卡交給我 我幫你們去領 我說不行啊不行啊 要不然我叫朋友 送錢過來 然後 半推半就 就把我們各自推進一間油壓房 哇 而且我們是分開 不是隔壁間的 天啊 中間隔一個長長的走道 所以各自發生什麼事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 沒有 還沒講 他就是讓我們 就待在那個房間 要等著他 小姐 把小姐送進來 對 然後我記得是一個很昏暗的 小的黃色燈泡 只差沒有那種大電風扇 你就 然後我就在那邊轉個帶 我想說 我的採訪歲月 真的要為公司捐獻成績嗎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不太好 不是 你應該想想說 看看等一下那個女生 正不正 正不正再決定 我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我們人家都很清純 所以我就 我就趁小姐來的路上 那個空腦事件 我就偷偷把門打開 我想看何龍在哪邊 因為我要逃位 好可憐 我要逃位 要帶她走 結果我在探頭探腦的時候 發現走廊的盡頭 有一個人 也一個人 有一個人 因為我在想是 我不能用得 早節不飽你知道嗎 她不能 對不起她老公 然後我就 怎麼辦 怎麼辦 走 我們就好像就這樣 趁媽媽趕去戴小姐的空檔 衝到大門 然後 他的鐵門就衝下去了 然後 媽媽想來來 攔不住 結果下大樓下 我們剛好看到幾個像兄弟的 正好是買午餐上去 買便當上去 我們玩一部話 寶寶真的會被打 結果我們就衝浪賽馬車就走到好行 結果 大家回公司路上才發現 我們的攝影還在樓梯間 那一個 他就躲在樓梯間 他躲在樓梯間 他就是負責收音 後來怎麼辦呢 結果我們就後面一直繞一直繞 繞到她下來為止 自己也偷偷下來 好精神 這樣聽起來真的是非常清純 又無聊的一段經驗 難道真的都沒有 就是跟小姐有實際的接觸過 我有一次就是 第一次出這種 被我們的長官帶出去社交 然後一群兄弟 然後 因為我跟旁邊聊得開心 我是好咖 我在那邊又年輕對不對 又不會亂摸亂摸的 其實他吃虧了 對 我也覺得他去那種身上場所 反而那些酒店小姐看到他 會很興奮 很開心 我做的事情其實跟公主差不多 就是幫忙 大哥喝酒喝酒 然後我陪酒 倒茶倒水 真的都做這種工作 然後那時候大哥就 一看到我 這是我們長官帶來的小朋友 馬上現場就給我兩萬塊 叫我去換小費 然後我在門口就專門負責 發公主少爺小費的那個 所以公主都圍繞著我 然後我就後來跟公主講說 你的工作跟我差不多 都是在倒酒敬酒 沒有 你一把我一把 你還給人家拿錢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就是 有一個兄弟看我跟他聊得不錯 就幫我把那小姐框出去了 真的啊 就買了他下班的桌片 我完全不知道那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有人幫我框了 結果下午晚上三點鐘結束以後 我看那小姐也去換了衣服 就跟我出門了 我說這樣怎麼情形我不知道 我就立刻打電話給我們公司 資深的老鳥 他說那可能是有人幫你買出廠 我說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怎麼辦 他說就看你要怎麼辦 我說什麼意思啊 他說接下來你知道幹嘛嗎 我說我知道我想幹嘛 可是我不知道該幹嘛 然後他說你要問他 框出去是一個價錢 但你跟他要幹嘛幹嘛的話 你還要付另外一個價錢 那我們以前去的地方 都是比較高檔次的 那時候的行情是一萬五左右 我們的薪水才三萬 我們不可能這個 所以我們就 沒有那個衣服 對 預算不夠 所以我們就花了 花兩百塊 送他上季城再回家 重點是最後一句 預算不夠 花兩百塊打發人家走了 是 所以這個如果要找好男人嫁 還有一個條件就是 他手頭不要太長 對一他愛乾淨 他真的是有潔癖 這點我心知肚明 第二個不該花的錢他不會花 所以我相信他是清白的 我覺得他 但是剛剛這個維持婚姻的秘訣 守則還有這個賀柔沒有共骨 看一下 我覺得他們都有講到 這是溝通跟分享 其實我以前比較想 忍耐 那你要講忍耐這個部分嗎 我覺得忍耐真的是很重要的 真的喔 對 因為那個愛的真諦裡面 提到忍耐 提到大概有兩三次 他全部裡面講的 就一直在講忍耐忍耐 可是其實忍耐是一種藝術 難怪你在迪士尼 要把七小都放了 是一種宣洩的 對 我覺得忍耐是很重要的 原因就在於說 其實你要去忍耐的 我這邊有標出來是不同 就是說 我後來才發現原來 你要去忍耐一個人 跟你是這麼的不同 其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要去要求他改變 你不如就自己先改變 像有一次我就記得 以前我們的吵架 我們吵架幾乎 我剛剛講說我吵不過嘛 所以我幾乎我是選擇 用冷戰的方式 我們最常一次 冷戰了兩個禮拜 哇 我連那時候 為了什麼事情吵架 我都忘了 可是你知道 那一段時間對我來講 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寧可 我的太太是直接用熱潮 跟你講 一直講 她如果突然把她的話 收起來的時候 她把你當空氣的時候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在一個房子裡面 然後兩個人就像是空氣一樣 她把你當空氣 你把它當空氣 那很痛苦 有個小建議 像是在冷戰 或者是在充足點的時候 有的時候 用寫的筆說得好很多 對 我們家也會去寫 你把它畫成文字畫就很好 一個小小便利貼 像我們的幸福余生書裡面 幸福佳佳佳畫 就富有就這樣做便利貼 看到好多便利貼 很打輸喔 這個便利貼 好可愛喔 可以這邊貼 那邊貼 這邊貼都是愛的小兵 對 這個真的很好 我們家也會這樣子 因為那個 就是有時候在吵架當頭的時候 你就會講出一些 你其實不想講的話 例如說我們打電話打不通 然後終於她接通的時候 我們就說 你在幹什麼啊 怎麼那麼接電話 口氣很差嘛 那可能她對方真的在忙 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說法 就是說 你剛剛沒接電話 我真的好擔心你喔 你到底怎麼了 這個比較像酒店小姐的 在變火山小姐 我常會自我勉勵說 好我們要當酒店小姐 決定小姐的上 可是她們還沒有到 酒店小姐的程度 酒店小姐的level 應該是說 你剛剛都沒有接電話 你的音聲很忙 你這樣幹會不好 我剛會來幫你馬上 幫你馬上 因為你關係 你擔心那是你家的事 不能要男人來煩惱你的擔心 你完全都要服務為導向 對 改天我們去牛郎店臥底下 學習一下 看看怎麼之後 你現在怎麼覺得 她這部分沒有很乾淨這樣 好像一直有那種 未了的心願 那種感覺 對啊 她說你啊 她說你 她說你感覺上想吃 又吃不到 到現在還有深深的遺憾 是這樣嗎 不會 她都她的餵飽 不行不行 她千萬不行了 因為這個我要掛保證的 因為她們之間這個夫妻 有小三草款的 所以是小燕姐 想要切嗎 今天回去做了一個表 就像一傳媒那個 誰勝誰負 我就把那 如果這樣往這一圈走的話 你的潛在對手是不是還要 金城武 結果 金城武 你知道嗎 不過不起來 講得出來 我又不會 在這個我又不會評估 綜合指數 如果真的進這圈子的話 大概是C 我大概是C 啦 她們之間這個夫妻 有小三條款的 這就是為什麼 陳永康是有色無膽 你只要有外遇 你一定就離婚 因為我非常 外遇一定離婚 我非常清楚她這種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雙子做的個性 她是 說得到做得到 說得到完全百分之百做得到 然後我看她這樣 她要處理對於她自己 婚前的感情的處理方式 我已經非常深激在心裡面 她就是非常清楚 知道在幹嘛的話 她不會有任何的留戀 因為她好像為了你 退了別人的婚約 那時候也是啊 就是千夫所指啊 甚至於我一個很好的 攝影朋友搭檔都跟我講說 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這樣做是錯的 你怎麼會選擇 跟前男友交往三年的男朋友 說再見 甚至你們那個時候 都已經在談婚期了 還要跟陳永康交往 更何況她聽到的消息都是 陳永康是一個 然後連在辦公室 都追了好幾個不同的女生 同一個辦公室喔 那他們當時是非常懷疑 為什麼我這麼有信心 還覺得可以跟她試試看 對 為什麼 那那個關鍵點是什麼 關鍵點就覺得 因為她覺得她是 花咒蝶始終會飛到那邊採路 那是雅晴姐專門帶的舞單好不好 應該這麼說 我這樣講她一定會很高興 但我也告訴過她 她真的是我從小到大交往過 其實我16歲就開始交男朋友了 我的感情經驗發展得很早 我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對象是什麼 但永康真的是我交往過的男生當中 條件最好 而且我很確定她是最適合我 她那時候沒有把金錢列入考量 金錢不是重點嗎 就是各方面的條件 成熟度 然後工作上的那個責任心 然後我們要一起建立一個家庭的決心 各方面的價值觀 我們真的都還蠻厲害的 條件非常好 永康不但是現在是這個專業主播 其實之前好像是小燕姐曾經 想要簽嘛 對 那時候 差點出道 欸 那一場偉陽你也在啊 我在我在 你在跳鋼管對不對 為什麼大陸於我的共同記憶 都是跟鋼管啊 喝酒啊有關的 那也是為什麼我選擇她 一個重要的原因 你覺得她跳的 就覺得很敢表現啊 然後勇於面對自己 那個叫做 那時候工作的在職訓練 因為我剛好前面做一個專題 跟這有關 那天偉陽剛好 這個文倩姐要求一個秀嘛 我就現場就上去了 她就上去表現了 然後小燕姐看到 就決定要簽你 最後她約我喝下午茶 她就要問我有沒有這樣意願 那我回答想一想 我真的回去做了一個表耶 就像依傳媒那個 誰勝誰負 我就把那 潛在的對手列出來 如果我這樣往這一圈走的話 你的潛在對手是不是 我好想知道 我就真的列出來 我跟你講 金城武 金城武 對啊 郭富全 我又不會這樣 然後講話 又輸給 像憲哥我們口才沒人家好 所以我評估綜合指數 如果真的進這圈子的話 大概是C 左右大概是C C C已經不錯了 但如果留在主播圈的話 那時候我列出我所有的競爭對手 包括 我們同替先不講 我就列出了那個 像聖竹爐他們這些人 前面都已經去蜘蛛網了 因為這也退了 前面沒有什麼太多人 是 那同替的就沒有很多嘛 就合容啊 那其他有一些 就很有機會 其他的競爭對手 他們的競爭對手 可能是跟女主播競爭 不是跟男主播 有 你這句話很誇毒喔 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 留在主播圈的話 稍微可能比較有機會 而且他不但是這個 像帽堂堂 又會跳鋼管之外呢 其實好像聽說 有人餘線是不是 天啊 人餘線 腹肌 那個叫馬甲線 馬甲線 你那時候是有什麼事啊 我是 一百蝶 蝶式 男子蝶式 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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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只能回味嗎 對 一去不復返 給我四個月 我們家兒子 現在加入校隊游泳隊 那我現在每天早上六點鐘 跟他去遊遊 希望能夠互換回來 找回人餘線 但是除此之外 他是有才藝的 聽說他唱歌非常好聽 今天帶來什麼歌曲 不是有個聲音 要先Cue一下吧 沒有XD 我們來聽一下 今天帶來的歌是 好 問你帶來的是 三月裡的《小雨》 你知道哪邊的O dan's 還要大姿抱來 三月裡的小雨 ϊ哩哩哩 hidhidi McDonalds 下個不停 老婆笑太大聲了 hau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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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cation 啦啦啦啦流停 小雨的斑驳 小心替我握住 可知我满怀的寂寞 既然消息 谁带我追寻 追寻哪一个 爱我的心 谢谢 好 马上有一个是我们的黑茶老师 玉琳哥他说什么呢 说起来呢 永康也算是我的 恩人跟贵人之一 因为呢 当时他做了一个节目叫做 永康口可休 那本人呢 可以登上这个政论节目 担任名嘴呢 那是永康呢 大力推荐 所以呢 这一点的恩情呢 本人永远铭记在心 但虽然是恩人跟贵人呢 还是对他小抱怨一下 这个永康呢 很爱唱歌 因为那个节目呢 当时每一集呢 都要永康呢 来唱一首歌 来讽刺这个 人当集的这个时事 但老实讲 永康 因为呢 而且呢 常常就是 就是 他像很陶醉在里面 那听歌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 就是听一个人呢 拿着麦克风 很嗨 很享受你 可是呢 老实讲呢 那个歌唱水准呢 似乎呢 还蛮有问题的 当然 永康是一个爱唱歌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能抹杀 他的这个兴趣 可是呢 可能自己这个唱功呢 要多学习 多练习一下 远远哥讲说 他跟我真的建议 他说 艺术的事情 是不能勉强的 但我后来也认了 因为就是要唱得稍微 五音不全 有网友写信跟我讲说 听了你的歌 真的让我们的人生 对于自己的歌和我有 更多的信心 回忆了 只是有最多歌 才是得意见啦 所以当时小燕姐 是不是有听过你唱歌 就 喝碗咖啡就唱 倒到也没有 小燕姐当时有可能在低潮 因为有疗异性的歌 听完之后觉得 所以他唱歌很诚恳 非常地舒服 那天我记得可能是 念Rap给他听的 哦 你念Rap 你念Rap I'm in love with a girl but on my mind You're the one I think of But every time We'll crack a smile everything you do Would you understand girl This love is true of yours 哇 哇 我觉得 難怪刚才会参加你 不是 我觉得这一次今天坐在对面 简直觉得是世界奇观 我看到这四位 尤其是永康兄 对不对 我们已经有预约下礼拜的挂号了 其实我今天真的认识到 就是书上的那种夫妻相处之道 被实践出来 其实刚刚啊 你说那个信仰想的时候 我被己发凉 你知道吗 因为我曾经在諮商室 看到就是太太就是这样 当场纠正先生一个字 先生站起来就走出去以后 再也没有回来过 可是我觉得永康有个好 我现在还是可以走啊 差不多了 你时间够了 我觉得他会有一种就是 让人很安心的那种很 可以接受很多的 批评指教 对…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忍跟耐这两个字 如果拆开来看是很有意思啊 夫妻间就是要忍耐 可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 就是憋住的忍耐 其实忍就是忍受对方做他自己嘛 何蓉你刚刚说 然后做自己的时候 即便是像一把刀刃一样 割你的心 你也要承受 我觉得其实今天听到很多良性 尤其是婚姻的相处之道 这个当中有很多 我觉得像刚刚其实 我们的邓医师也提供了 很专业的关键字 包括是双方的自尊要被满足啊 然后再来就是 不管是在这个对待上 我们说用酒店公关小节也好啦 用怎样的一个温柔的心情嘛 互相 因为我觉得既然都走入婚姻了 当然还是有很多 要忍要耐的地方 那当然这个也不耽误 这个两位的时间 因为他们还要精心 关何作用 非常谢谢 谢谢 分享他们的婚姻 幸福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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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